就要重申什么是疑似病例 什么是确诊病例 这两个概念在目前更重要了 那么什么是疑似病例呢 我们看一下绿色的这个 疑似病例的这个条件和标准 首先疑似病例必须要有流行病的接触时 也就是说14天内有去过武汉 或者在这些有持续传入病例的地区呆过的 就是去过发病的地区 而且呢跟这些特殊的病例有过接触 或者是已经确诊的病人了 有过接触的 这就叫流行病史 如果有些这些有过这些历史 然后又有以下三个症状中的一个 那么我们就称作疑似病例 三个症状有哪些 第一个就是发烧 一般大于38度 另外一个拍胸片或者胸部随体 发现有肺炎的表现 或者是发烧早期了 有白细胞正常或降低 说明它不是细菌感染 或者有淋巴细胞降低的 那么这就叫疑似病 那么什么是确诊的病例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紫红色的框框里 有一个诊断的标准 就是对于疑似的病例 就是怀疑的病例 如果能找到了病毒的 这个感染的证据 就把它确诊了 那么证据是怎么做的呢 就是从它的痰液 它的这个呼吸道的分泌物 就是做先知境的灌洗液 或者从血液里面 做这种基因的检测 发现新型的冠状病毒 它的核酸是阳性的 那就能确诊 或者是在这些分泌物啊 痰里面进行基因检测以后呢 发现跟现在的这个新型冠状病毒 非常相似的 只要满足这两个条件之一的 都可以确诊